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用赶羊的杖 前端向钩子的地方 把走错方向或是脱队的羊带回来队伍里面 如果困在石缝或是树丛的羊 牧羊人也会小心地把羊救出来 替他们疗伤 安抚他下道的情绪 爱我们的耶稣就是如此对待我们 小心照顾 呵护我们 随时陪伴我们 所以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 记得找我们的牧羊人求救 他会保护我们 安慰我们 拯救我们脱离困境 重新得回平安跟喜乐的心 让我们再一次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诗篇二十三篇四节 我虽然行过死硬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都安慰我 诗篇二十三篇四节 我虽然行过死硬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都安慰我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我的牧者 我是你的羊 你说你的羊认得你的声音 请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让我们常常听见你的声音 谢谢你与我同在 保护我不受遭害 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